第二天早上起来 我和睡员喝了点酒 就准备往家走 这刚走到一半 睡员就不行了 说呢还和昨天一样 就是闯不上来气 我又带他来到了医院 这一次呢没有之前复杂 大夫直接给开了剂出药 这个时候的睡员呢 已经是相当难受了 又有点像呢 那天晚上 我赶紧的有个护士说 快给他障上证吧 我就当时又是十分的担心 障上证之后 那都老快了 他马上就好了呀 精神状态也好了 其实也是约喘约云了 打完这两个小时之后 我俩到家了 趁着睡前睡觉呢 我也回答一下 大家各种的疑问 我俩真的不是演员 也没有那么好的演技 给大家看一下 这是我们那时候 为了看狗嘛 按这么个摄像头 然后之后 这外面是一个行车记录仪 你看这个点 已经很长时间了 这很长时间 又是这样都会 然后这后面是这么长的 所以我没有必要说 这为了那天晚上的视频 而特意去做这样的事 你知道吗 这是拍片的 这是这些东西 你说这晚上有必要做假吗 然后这是病例 这不知道应该写的 我也看不到 这是第二天的 同一天就没有病例都没写 那时候来 没来机器 那好还有什么 身上限速什么 1月9号 1月9号 这不2点吗 这不是2点吗 到的吗 所以时间都没对上 所以没有必要做假 这玩意花这么多钱 拍个视频有必要吗 这是我那天网红 自付的钱 下面有日期和时间 可以清楚的看到是 23年1月9号 下面2点到6点 最后这个蛋呢 是付的药钱 看来的都是增强免疫力的药 经过这一次吧 我是猴头水肿 是一种过敏反应 然后吧 其实也是因为 痒过了之后吧 身体还是发虚 然后才会体质不好 然后免疫力不高 才会过敏的 然后希望大家 经过我这些事吧 都能重拾起来 有什么问题呢 尽早就医 没事的话 就当吃个定心玩 有事的话 找发现找治疗 不要你那个 酱上大错 让自己后悔 然后最后 我好了 大家不用担心 你叫我来啦 我一句也没说呀 你也说我俩是不是 你还傻啊 就挺好 我跟虽然在一起呢 其实说不出来什么 但是我当时特别害怕 就害怕那种 我犯了一个错 然后之后 我想弥补 但是用一生都无法弥补 我也害怕 我这决定是错的 纠册交错了 或是我开的不够快 然后因为这个 而永久失去了水 我告诉你 什么事最可悲 你遇见一个人 犯了一个错 你想弥补 想还心 到最后才发现 你根本无力回天 反响的最后 永远无法弥补 我会说